2019年6月17号 一定不要住在徒步哥客栈 现在是6月17号的早上6点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绝巴村 然后徒步哥客栈 这个地方住宿条件太差了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从绝巴村到 荣许冰站 大概49公里 今天很轻松 到那可以休整一下 然后明天就要翻第一座海拔 5000多米的东达山 翻过那个之后 后面路就应该又会再好走一些 等着老板给我们做早餐 做完早餐之后 我们就要出发了 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从绝巴村到荣许冰站 全程41公里 绝巴村海拔3161米 荣许冰站海拔4046米 海拔上升885米 期间我们会经过绝巴山 绝巴山海拔3911米 然后到登巴村 登巴村海拔3465米 最后到达荣许冰站 这边 大饭杂有吗 有了 今天蛋炒饭 我喜欢吃蛋炒饭 有炸菜吗老板 炸菜 没有 谢谢 吃完早饭之后 我们就立刻出发了 今天刚出发 就是上坡 又翻绝巴山 其实刚走不远 就可以看见隧道 但是隧道才修几百米 或许等下一次去的时候 隧道就通了 今天的路才是真正的盘三道 因为即使你走了很远 往下看 依然能看见绝巴村 我前面的两个大爷 都已经60多岁了 是四川人 说实话 能把车子推上318的大爷 都是狠人 你们包被拖走了吗 太累了 真厉害呀 我现在应该马上 就要爬完绝巴山了 今天真的是太累了 因为这个屠宝 我的天哪 太重了 就都让我迷茫了 就这屠宝 上去这个山之后 就是下坡 下坡之后 还要上坡 好累 今天我们都是闷头骑车 很少交流 李同学今天体力挺好的 一直在我前面 哎呦 绝巴山海拔3911米 看一下啊 他的自行车 现在变成他们拍照片了 这已经变成道具了 后来李同学也成了 拍照的道具了 在观景台停了一会儿 我们就下去了 友情提示 合眼的神 别忘了收费 成都有家穿菜 这个是我们最开始同行的 那个大哥推荐 我们说这家非常好吃 哎 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这吃个午饭休等一下 你吃咋海生吃的完事 据点啊 你据点吗 什么面呢 有啥面呢 我们俩吃个面就行 想吃面啊 嗯 鸡蛋肉丝面 啊 鸡蛋面肉丝面 他们吃什么面 鸡蛋 就什么鸡蛋 鸡蛋肉丝面是吧 啊 鸡蛋肉丝面 听得没有啊 可以啊 鸡蛋肉丝面 20 多少钱 20 鸡蛋鸡蛋面就加了个煎蛋 啊对 就是面加了个煎蛋 对 要是要是光点肉丝面多少钱 15 肉丝面 煎个鸡蛋多少钱 25 啊 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多少钱 一个鸡蛋一个鸡蛋 刚刚我煎两个煎蛋 然后一个肉丝面 好吧 我要算手一块 我要三个煎蛋一个肉丝面 这就是二十鸡蛋吗 对 对 我十九的二十鸡 要问问老板 要问老板了呀 我俩一人点了个面 然后我加了三个蛋 他加了两个蛋 青椒肉丝面加三个煎蛋 我靠 吃完这个我能干到所够吗 嗯 甜蜜在下面自己添一下 好 在哪 这 给你调好的 这碗下 面下没办 你自己往上扒拉扒拉 搞不定 拌一拌 比如说我又没搬我吃完 那我真的干到做工 哎 过去吧 三个鸡蛋 喝鸡蛋的话 再加 够了够了 你还放点蛋 哎咱七十二拐在哪 啊 七十二拐 七十二拐 在哪 邦达会做 邦达的巴素是吧 嗯 明天大哥就七十二拐了 明天啊 你们今天不知道足够吗 没有 我们有一个先行者 我们先走了啊 嗯 你吃完了 对我们吃完了 你给我接一下 经过这些天 我们总结出一个道理 在这边吃饭 一定要分开点 嗯 即使中午吃了三个鸡蛋 下午汽车的时候依然很乏力 哎呦 我擦 有茶 海上 最后两公里 看我真的骑不动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累 就是骑不动了 感觉今天特别难 就难到不行 全能正在脚 刷腰的呗 这一人 ogl 走饭在哪呢 你好 你好 要有标签了吗 有 要一个标签 这个就是标签呗 标签多少钱 我走啊 70一个 好 实际上也在里面 行 好 没有离道远一点的吗 没有离马路远一点的吗 后面是多点间 行那就这吧 因为晚上了哈 因为都没什么车都走了 因为都在山区里面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你是不是跟他一起的 对 对你 我不想拿脱包的 好的 明天 明天能脱包吗 脱包怎么脱啊 明天的话 那我就要问一下 那边有来脱不脱 因为我们这一张是给你们 他们脱了嘛 下一张我再来问一下 脱包的还没到 刚才还租在那边的 行你一会儿拨一下 我们明天要多 我自己把包干来了 都给你的省事 好的 行行 谢谢你们哈 然后我得晚上的再统计一下吧 行 反正我们俩有两个了 我俩都拖明天 明天就拖啊 对 今天下午我俩到这个地方是 教授分店什么乱七八糟的 应该是一个517新旅连锁的 而这个地方住宿是七十块钱标间 一个人 包早晚 现在老板正在做饭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房间 这个地方要比昨天出的 这边墙太多了 比那个批油瓶的墙太多了 这是一个床 这是另一张床 最可爱这还有个TGL TGL电视 我以为这是TCL 只有这个TGL 但是没有节目 最好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独立卫生间 能洗澡该干啥都能干 这屋比较差就是没有WiFi 哎呀我来饿了一下午 现在就等着吃饭了 明天我们就翻东打山 五千米高山 刚才我可能说错了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飞灯联盟的 那飞灯的话 一般都要比新旅程的要好一点 嗯你们也到了 那其实晚饭我吃的还可以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他们这些连锁的地方 看起来菜做的都不错 但其实你一吃都挺难吃的 来了来了 多个凳子啊 明天到东打山是25公里 从东打山下去 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座老大爷 这个老大爷 骑一个25个岩自用车 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了 然后这两个老大爷是我们刚刚在路上 遇到的四川的60多岁 这个老大爷看起来很年轻 但据说已经70多岁了 OK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留言评论分享弹幕 如果是YouTube的网友 别忘了点下小铃铛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